大家好,我是全道 最近看了一部算得上毕加索是盗梦空间的电影 盗梦特工队 导演因为是毕加索的死忠粉 所以连画风都是参考毕加索的立体主义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部 跟前段时间爱死亡和机器人一样酷的动画电影 赵丽先简单的用一句话来概括 一个在梦境中饱受各种名画骚扰的医生 通过盗取这些画作摆脱梦魇的故事 还是看片吧 在一列火车上 正在看失眠小说的卢本医生 放下了书去到了卫生间 却在卫生间的镜子里看到了恐怖的景象 这时他慢慢从梦中醒来 看到了世界名画变成了真人 抱着蜗牛的吹口哨的男孩 和窗外呼救的西班牙公主 忽然医生被公主咬住了手 马上就要撞到另一辆火车时 他终于从梦中醒来 然后淡定地用录音机记录着自己的又一次噩梦 卢本医生是一个杰出的心理治疗师 他用艺术疗法治愈了很多人 但自己却被名画幻化的噩梦困扰着 这是一个叫咪咪的女孩向医生求助 希望能摆脱 看见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偷的盗窃屁 咪咪以前是个杂技演员 现在帮黑帮去卢浮宫偷钻石 结果因为控制不住自己 偷走了埃及法老的无价折扇 引来了私家侦探小柯的追踪 咪咪觉得自己的偷窃屁 影响了自己的事业发展 所以联系医生寻求帮助 同样有困扰的 还有医生的另外三个病人 医生经常把这三个人召集到一起 在火堆旁用艺术的方法 让众人演绎小红帽的故事 一个扮演小红帽 一个负责狼风雷 一个则是老奶奶终生猎人 然后他们开始了治疗 原来艺术疗法就是 Bbox加阿卡贝拉 咪咪来到了医生这里 看到了医生正在分开治疗这三个人 第一位是 艾比比经常泄露 雇主隐私被开除的保镖 医生让他模仿思想者雕像 来治疗病情 因为雕像是不说话的 医生说 艺术是解决思想烦恼的关键 另一位是二维扁片的胖二维 他的烦恼是 因为吃的太多 导致胖成了三维 去偷东西的时候 卡在了门缝里 医生让他去刻雕像 把对食物的欲望 刻进食凤里 不过话说回来 他是怎么变成二维的 他爸是个点吗 另一位患者黑客 因为他每次黑别人系统后 都会忍不住留下自己的印记炫耀 医生让他哼唱 多遍三音符旋律 来化解他的执着 咪咪认同的说 这是用问题来对付问题的好方法 医生认为咪咪的偷窃冲动 来自于更深层次的需要 于是让咪咪画画 来画出自己的内心 能把别人的病治疗得明明白白的医生 在面对自己的病症时 却无能为力 因为书上的奥林匹亚展 感觉被召唤了 于是他跑去看奥林匹亚 结果出现幻觉 觉得自己被里面的黑猫挠伤了 医生说自己的病症 是从一个月前参加父亲的葬礼后开始的 他去了父亲的地下室 想起了小时候父亲总让他看到动画片 好像是小美人鱼 然后他不由自主地去看了 波提切莉的维纳斯的诞生 于是幻觉出现了 医生看到维纳斯变成了章鱼 差点杀死自己 此后他总是被世界各种名画骚扰着 米米知道了医生的困扰 告诉了其他三个患者 想让他们帮助医生 顺便试试大家的治疗成效 于是米米和其他三人去偷奥林匹亚 保镖假扮成思想者藏在画展上 二维躲进了墙壁里 黑客黑进了安保系统 黑掉了监控 米米则待在外面接应 四人成功到来了画作 拿给了医生 医生果然不再害怕这幅画了 也不会梦到奥林匹亚了 米米用医生的话说 这是问题解决问题 另一边 侦探通过监控录像 发现女盗贼的前后空翻一样 并通过朋友两面女确定了盗贼 是前特技演员米米 这时侦探的朋友 联系他解决奥林匹亚被偷的案件 侦探通过调查卢浮宫 一个月前的监控画面 看到了仿佛在行为艺术的医生 虽然没有想到 他和被偷画作的关联 但还是对医生印象深刻 此时在家中的医生 被邮局的人当作包裹带走 他梦到了双面猫王的拔枪对决 他身中竖枪 快递员叫醒他 告诉他送货地址到了 就抱着他 从飞机上跳了下去 又一次从梦境中惊醒的医生 意识到这是梵高的邮差 和沃霍尔的双面猫王 于是医生找到米米 让米米把困扰他的13幅画作 全部都偷来 此后他们陆续偷出了 价值20亿美元的名画 医生团伙了行为 也紧来了黑帮大佬的注意 这时医生又一次梦到 被夜游人袭击 于是他们又去偷夜游人 这次他们碰到了侦探 米米趁机把画掉包 侦探这一次抓住了米米 但发现画竟然是一张猫和老鼠 医生父亲的老友库珀 看着电视上丢失的画作 知道了偷画的人是谁 他立即联系了侦探 约他到自己家 结果侦探到后 发现库珀已经被人杀害了 侦探发现了医生父亲 送给库珀的书 书里展示的画作 刚好对应医生偷走的那些画 侦探通过两面女 调查出医生父亲家 于是去到他家里 侦探发现了地下室的录影机 发现播放的画面里 没几帧画面就夹带着艺术画作 双灭猫王维纳斯的诞生 一个个出现在动画片里 这时库珀的搭档出现 和侦探打了起来 也是这个人 为了医生的线索杀了库珀 侦探在打斗中杀了黑帮人员 在传戏时 看到了医生的家庭合影 猛然发现医生和自己竟然是兄弟 侦探质问妈妈 知道了真相 原来医生的爸爸是个科学家 通过给小时候的医生 看夹杂艺术作品的卡通片 用潜意识做实验 希望医生通过潜意识长大 成为艺术家 侦探妈妈 也是怕侦探被父亲当作实验品 带着侦探离开了家 但医生却在这样的逼迫下 让艺术品成为了自己的梦魇 另一边 米米通过绘画治疗后 做梦梦到了自己在偷拿东西的时候 手上落了一只鸟 她把鸟珍视的护在手里 然后放飞 她觉得自己终于自有了 看着远方的医生 医生此时却变成了侦探 醒来的米米的确摆脱了自己的癖好 但他们还要去偷取最后一副 双面猫王 这次他们选择用行为艺术的方式 冠冕堂皇地拿到画 黑帮的人前来抓人 观众却以为这是行为艺术的一部分 医生团伙顺利拿到了画 当医生坐在困扰他梦境的 十三幅画作面前时 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 但此时房间开始震动 医生被靠在了椅子上 又一次从车中醒来 终于安静了下来 此时窗户反光中的医生 却是侦探的脸 原来侦探是医生分裂的另一个人格 一切都是医生的一场梦 而这辆火车却没有车头 在美好的风景中 没有尽头地继续开了下去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医生因为从小被父亲强迫 做不喜欢的事 造成了童年阴影 长大后包收梦魇的折磨 医生通过幻想出开朗的侦探人格 渴望从小被母亲带离父亲身边 而故事开头的前沿 我梦见自己变成两只猫 自己跟自己玩 和医生两种颜色的领带与鞋子 以及通过一些画面 都透露了医生和侦探 其实是一个人 医生开场看的声明 反复的梦境 以及和信赖的患者 一起偷盗名画解决梦魇 也是医生通过一重又一重的梦境 来实现自我救赎的过程 医生最后显然还是活在梦里 只不过这一次 他终于摆脱了梦魇 他的梦终于平静了 这部电影除了精彩的叙事和13幅世界名画 还有就是各种致敬的彩蛋 彩蛋之秘籍 堪比讨好玩家 里面出现了低俗喜剧的风骚舞蹈 交付电影中的码头 喜剧苛刻形象的冰块和阴影 红辣椒和罗生门 这个抠眼的画面 让我想到了权力的游戏第四季 《红毒蛇被磨山挖眼》的镜头 连偶尔的一个画面 都是满满的经典电影名 还有爱德华蒙克的呐喊 维米尔的《倒牛奶的女佣人》等等 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电影 你还看到了哪些彩蛋 欢迎留言评论 好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咱们下个故事见